那這一切有多愚蠢呢 真的相信的人是多腦殘呢 佛州不是上個星期有個颶風嗎 可能造成非常大的災難 在佛州的人在有這個防台準備的時候 可能叫防颶風準備吧 防具準備吧 Joe Biden說 對於颶風最好的防範措施 就是去打疫苗 讓我清楚 如果你在一個國家 在河州或河州或加州 或加州 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河州的季節 是現在要疫苗 如果你在河州或自然的疫苗 或自然的疫苗 對 這一切會變得很複雜 當颶風來襲的時候 海水倒灌的時候 停電停水 你站都站不住 沒有東西吃 你被捲在空中 跟車子還有招牌捲在一起 命在旦夕的時刻 你可以放心 因為你不會得到新冠肺炎 當然這個警告不是針對這個 依氧颱風 是在說所有的颱風 但是就跟所有的氣候變遷的議程一樣 告訴你喔 世界末日要來了 地球完蛋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 會變太熱 全球暖化 變得太冷 冰河時期 會下大雨 或者是會全球乾旱 會這個 會那個 不過不管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想要阻止這一切的話 你知道 唯一解決的方法是什麼嗎 你就必須放棄你的人權 你就必須放棄你的自由 為了大義 為了生存 你就必須要放棄你這個國家的主權 為了停止全球暖化 你就必須要停止賺錢 關掉你的生意 你就是要把你所有決定的自主權 交給那些專家 教授 大公司 然後 他們 剛好都跟政府機關有關係 我覺得沒這回事 我覺得這一切只是使用恐懼治國 讓人無腦的攻擊自己的靈社而已 使用這個方法的不只是拜登 不只是民主黨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都在使用這個樣子的方式奪權 這個是常態 這是基本常識 這是國家的方向 所有國家的方向 這是聖經說會發生的事 再舉個例子 來自明尼蘇達州的Amy Klobuchar 我認為他是一個比較 稍微有腦 而且可以溝通的民主黨之一 他說 你想要阻止颶風清洗美國嗎? 你想要把大自然掌控在你的手中嗎? 那唯一的解決方式就是 投票給民主黨 我真不知道為什麼吃相這麼難看 難看到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 佛州有人的生命受到威脅 生意可能毀於一旦 公司可能保險公司都賠不起 然後你在這邊說 你想要阻止颱風嗎? 那就投給民主黨吧 在世界歷史上 只有一個人可以控制天氣 他說話的時候 然後暴風雨就停了 歷史上只有一個人 而且我很確定的是 那個人不是Joe Biden 也不是歐巴馬 就算歐巴馬那時候 在選總統的時候說 只要他當總統 海水就不會升高 地球就會自然恢復 真的不是我每次愛說 這些人在崇拜偶像 在偶像崇拜 歐巴馬真的就是 在把自己當成偶像的崇拜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回顧一下 他當時說的話 這就是一時 這就是一時 當地球上升 開始漸漸 我們世界上升 這就是一時 這就是一時 我們結束了一戰 和保護我們國家 和保護我們 和保護我們 我們的現象 是最終的希望 這就是一時 這就是一時 OK 不管這些人告訴你什麼 不管這些人看起來 有多麼有說服力 只有一個人 大概在兩千多年前 在這個地球上 真的可以做得到 剩下的 就全部都在唬爛而已 但是 有沒有人真的相信 那些人說的東西 還真的有 但這只展現了那些人 有多麼的狂妄自大 他們真的可以認為 他們可以控制在太陽下的 所有東西 一切事物 就跟建造巴別塔那些人一樣 還有那些 當然還有那些利用這個議題 這些機會主義者 跟邪惡的人 他們只會說一堆 沒有任何意義的大話 承諾一堆不可能實現的事實 我們在說 我們的神可以控制天氣 可以控制一切 我們的神很偉大 他們在說 他們可以控制天氣氣候 只要我們把他們當神就好 然後他們的預測 這個永遠都是錯的 然後他們說 我們是笨蛋 我們蠢 我們天馬行空 我們保守 我們老骨斑 但是 當你真的把權力給他們的時候 就算這一次的疫情 真的就是創造了一個 左派的烏托邦了 我們真的把所有的權力 全部都給他們了 結果 他們的建議全部都是錯的 他們的未來方向全部都在扭曲 而且 他們不想要放棄他們的控制權 成為了 一般的消息 成為了 成為了 新年長, 一般的消息 成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